曾志伟真不把自己当外人 照顾好友一双举止亲密被一甲西针座 近期曾志伟在一女子的陪伴下一起去超市购买食材 没买一样东西就要询问一下旁边的女生 随后两个人又分开找东西 知道结账时女方熟练地拿出自己手里的会员吗 而曾志伟则拿出卡默默地刷了起来 看得出来两个人配合默契 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做了 从后面看二人就像是相伴了多年的老夫老妻一样 而这个女子的身份并不简单 她是TVB资深议员形象科助理督导Gary的老婆 2014年这位员工因心脏病去世以后 曾志伟到场参加了葬礼 海明却表示自己会替好友照顾着她的遗伤 随后她就将阿雪变成了自己的助理和经纪人 两个人被媒体排到亲密地前往各种场所 无论是超市、夜市还是服装店都能够看到他们的身影 在老公去世后的第一年 阿雪甚至还陪着曾志伟一起去北海的滑雪 只可惜中途出现了意外 曾志伟因此住进了医院 阿雪也一直留在她的身旁照顾 两个人这种亲密关系短时间内也引起了很多网友的猜测 毕竟曾志伟在娱乐圈中已像是一个风流的形象 尤其是在蓝结音的事情出现以后 很多人都质疑她是不是和好友的老婆贾西真做 明面上说要帮别人照顾一双 可实际上两个人早在暗地里搞到了一起 不过阿雪这么多年来也的确把曾志伟照顾的不错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一直陪伴在曾志伟的身旁 蓝结音事情发生以后 她也是唯一一个愿意相信曾志伟的助理 很多网友都认为曾志伟的确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 老友去世以后照顾对方的遗伤还能够照顾的这么好 不应该受到别人的恶意揣测 毕竟他们和彼此的家人都相识 如果真有什么的话 曾志伟的家人应该也不会愿意 也有网友认为曾志伟本来就是一个花心的人 这样去提携一个遗伤的妻子 说到哪里都不会让人相信 没准两个人在背地里真的有什么事 只是别人不知道而已 大家认为曾志伟和阿雪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